之前,在娱乐圈都不知道有龚俊这个人,毕竟,当时的龚俊不火,也就是发现,娱乐圈里都是茶舞此人,虽然他也有剧拍,而且也都是主角,但是还是不火。 当时他也拍过丹改,但是他拍的时候,没有赶上好时候,所以没有大范围宣传,如今他再次凭借丹改,山河令火了起来,也有了知名度,所以他之前拍的那些代播剧,开始陆续接着这个热度播出,但是播出的效果不是那么好,也都是粉丝在看。 但是,他后续的资源还是不错的,接了代言,还跟迪丽热巴合作了安乐船,都是不错的。 还跟钟楚希拍了作品,然而,他所在的剧组却出现了问题,龚俊本来也没有多大的黑料,都是一些调侃,如今一味防疫问题,龚俊被网友调侃,成为他为唐使歌,后来,又因为账号的问题,那一个月里,龚俊一直被黑料缠身, 如今他好不容易,低调,又重新回到大众面前,却在一个代言上,糟歪了。欧莱雅对龚俊也太不重视了。 在龚俊代言欧莱雅的海报上,不知道欧莱雅是有意还是无意,欧莱雅写成欧菜雅。 这是什么意思,审核的工作人员也太不认真了。 而且不管你怎么打字,也不能把赖,打成开巴。 还是在暗示龚俊菜呢? 在欧莱雅方犯了低级错误后,龚俊却被群嘲,毕竟在之前,没有代言人会被嘲讽成这样,还是简单的字都被写错,也看出来,欧莱雅对龚俊确实不尊重,不重视。 就在网友嘲讽的时候,龚俊的另一个代言却被粉丝刷成出圈。